欢迎回来,我是阿姆希 那么今天是我们穿越到三国的最后一集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一定不要忘了点赞三连 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上一集我们是玩到了侧风五虎上将 还有五大谋臣 包括还有五大后宫的这个位置 那么一上来我们先把这部分完成 下一步我就会慢慢的把整个天下 全部统一到我们大汉的手中 首先是我们的世子 世子只有穆基基 因为只有他一个是儿子 其他都是公主 王后可以选择赤风给我们的大老婆 这大老婆为什么会有个血路 也可以选择赤风给内住最高阶的便士 但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忘本 还是赤风给我们的迷世 我们的正妻 就是第一个许多老婆 好像第一个许多老婆也不一定是正妻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不能忘本了 把这个迷世赤风为王后 把对我们效果最好的便士 内住武赤风为王妃 郡主呢我们 郡主为什么只有一个 能得两个吗 只能有一个 那就给到母鸡吧 因为他这个年纪比较大 我们以长为尊 然后是五大后宫 五大后宫的话 那正好三下 这个五国泰 它是政治博弈的一个产物 我不是很喜欢它 所以说的话 没有它的份 先策封小桥 为五大后宫之一 然后是貂蝉 干世 不练师 那只是一个五国泰了 运气不错呀你 那正好放进去啊 然后呢是我们的五虎上将 首先就是我们的大聪明 义兄吕布 她老婆现在归我了 给她封个五虎上将之首 我觉得很合适 很合适 然后呢是关羽 张飞 赵云 黄中这个技能的话 我感觉 好像就没有显得那么强啊 我们就不给黄中了 给谁呢 虚祖典尾的话 两个都不是统帅大将了 是两个保镖类型的人物 所以说肯定也是不能给到五国大将的 张飞 我感觉这个游戏里面的技能给弱了 你知道吧 她第一个技能突袭 30%的概率成功 然后呢造成 一辈子伤害加300 这个还有五天的冷却 感觉不是特别强啊 威神 是降低敌方全体的气力 冷却两天 还不错 这个技能还不错 但感觉不是那么强 其他人的话更加不合适了 敦哥好像还可以 刚烈 反制 而且是对敌方全军造成伤害的 但是我还是想给这个张辽 好吧 吕布 关于张飞 赵云 张辽 乃是我 大汉的古虎上将 然后呢是五大谋臣 这个五大谋臣应该还是比较好封的 首先肯定是我们的司马懿 他自身的技能就很强 而且呢我还送了他一个古武 总之就是非常猛啊 五大谋臣第二位 曹操 谁能说他不配呢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郭佳 贾许 和 这个法阵在别人那边还挺强的呢 15%的概率触发诱敌使敌方全军减士气 而且无法发动气等 是沉没敌方全军哦 但是寻忧跟我跟得比较早啊 我还是给大家喜欢寻忧一点 就寻忧吧 行 五大谋臣司马懿曹操郭家贾许寻忧 这个贾许 把贾许这个格子给到法阵吧 或者周瑜 对周瑜也是挺早来的 相对来说 或者寻忧都不错 这几个的这个名望啊 名声啊都好得多 就给周瑜吧 不能完全靠能力来的啊 你还要看资历 五大谋臣司马懿曹操郭家 周瑜寻忧 然后呢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撑网了嘛 我们云王直接达到了7000 7000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买这个最昂贵的套装了 也就是五圣套装和洛神套装 还有这个卧龙套装 一个是60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3万块了 这基本上就是随便买啊 我们就先凑一个五圣套装吧 好的 买他一万块钱啊 五圣大刀 五力加六 比方天化级啊 还要更猛一点 而且呢 如果九剑全部凑齐啊 还能加12统帅和12武力 咱们先装一下啊 五圣大刀 五圣宝剑 五圣神居 五圣战凯 五圣护福 五圣应兽 和王上英一样的属性 好家伙 五圣秘籍 这个不加统帅啊 但是套装加统帅 五圣金屈 哦 还剩一个五圣头罐吧 而且我们不止自己要凑 还得给我们的兄弟凑一套 那这样看的话 我们的钱好像不够啊 买一个头 背包容量不足 都买满了 那这样啊 五圣大刀 送给我们的 大聪明义兄吕布 嗯 然后呢 再送五圣宝剑 然后是五圣神居 你们现在来看的话呢 是不是觉得吕布当时啊 跟我搞好关系啊 把他的马匹啊 武器啊 貂蝉啊 给我是一个 还非常明智的决定 哦 终于有一个五圣发惯了 哇 我三万块钱 几乎花光了 才凑了这么一套五圣套装 一共加了12点的统帅 和12点的武力啊 我们的武力呢 也终终究究是到了 有接近90点的水平啊 真不容易 统帅达到了 120 120 因为我们麾下的这个猛将 已经如云了嘛 所以说魅力的话呢 这个一百零几啊 够用了啊 绝对够用了 三万多块钱买来的装备啊 全部都给出去了啊 首先我们自己呢 是完整的一套 也是唯一完整的一套啊 因为这个五圣发惯啊 穿的概率太低了啊 我们的义兄 大聪明吕布呢 是只差一个帽子 关羽 是把赤头帮给他的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差一个帽子 一个鞋子 赵云是也差一个帽子 一个鞋子 然后我们三个儿子女儿呢 也是差帽子 鞋子啊 还有三件衣服 除此之外呢 你看这个孙策啊 给了一个宝剑 然后张飞给了宝剑和秘籍 我们第一120啊 然后是关羽 赵云和吕布 然后是周瑜 曹操 智力方面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搞这些套装嘛 变化不大 包括政治也一样 魅力的话呢 貂蝉第一啊 我们第二 然后真实第三 然后再是刘备和小乔 后面如果我们钱多了 还可以再买这个卧龙套装 和这个洛神套装 如果说你的运气 不是特别好的话 三万块钱 才能凑齐 九件套装 啊 还是非常昂贵的 公元205年1月 大汉阵营处于霸主地位 一万两千多的战力 一百六十七名武将 十八座城池 当时袁绍最胜的时候 也有一万战力出头 然后慢慢的被我们打到了 九千八千 然后再跌落霸主之位 家书看看啊 哇 这不是曹操的那个技能吗 这个威武可太强了 我甚至觉得 这个技能一和技能二 都要来个威武 对不对 放大也都很有用啊 这个什么 风弓啊 陈剑啊 龙神啊 金银啊 激发呀 这都没用了 我们换一下 哇 任选 你们看到没有 任选啊 巨异 没什么用啊 那我觉得就要 藤甲其实挺好的 自身部队受到的伤害 降低百分之六十 受到火攻 则灰飞烟灭 但是火攻这个东西 遇到的还是不多吧 比方说你把那个什么周瑜啊 这些人全部拉到自己这边 那敌方不就没有火攻吗 先锋 战力 加百分之八十 而且他好像没有说 就是触发概率啊 好像只要攻击的敌人 就会加百分之八十 好像是这样子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先锋 再加上吕布的六倍爆击 哇 那一刀 对面不就直接人没了 兽王 虚兽 敌方全军四千伤害 降低士气 哇 这个应该是 孟霍的技能吧 掠夺 这个掠夺也太傻了吧 作为一个神段技能 居然只能抢八十块钱 神内住 夫妻全属性加八 哦 吕琳琪的话呢 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关注他 因为我想 这个吕布的老婆貂蝉 都被我们拉过来了 再把吕布的女儿拉过来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但我手上有了这么个好东西 内住神段 一定要给到我 义兄的女儿呀 是不是 给他家属性啊 但因为那是一个内住 所以说呢 我就只能啊 被逼无奈的和吕琳琪结婚了 相信吕布 是可以理解的啊 可以理解的 我点成结义了 求婚吕琳琪 我和吕琳琪他爹吕布 是异兄弟关系 然后呢 我娶了兄弟之女 我跟吕布 现在又成了一个什么 岳父的关系 又是异兄的关系 好家伙 然后啊 我们再把这个非常珍贵的内住技能 给到 吕琳琪 千万不要点错了 你要送给吕布 我直接笑死 这样一来 我们全数性的又加了三点 我们的武力终于是到达了90以上 包括正值 然后统帅呢 达到了123点 然后我们再来赤锋一下这个 五大后宫 吊车尾的吴国泰啊 直接换成吕琳琪 毕竟是初来乍到嘛 你要是直接到什么这个王妃啊 或者说五大后宫之首的话 也不再回事啊 就先当这个末尾啊 后面再慢慢升 我方准备在平原进攻袁绍的南皮 由于我们自己已经是王了嘛 所以说可以带14000兵嘛 然后我们的五虎大将们呢 也能带你看 12500 但我们这边因为兵力不足啊 就没有办法了 关羽是13000啊 那赵羽呢 也是13000 那为什么这吕布少一点 少了500 他要是9000 张费是8500 皇宫是8300 行啊 然后在战力方面呢 你看我已经是676了 但是关羽居然还是比我高 也很正常 他的武力和同样都很高 但是这个吕布 为什么只有517呢 就低得离谱了 我们这边最低的是谁呢 最低的是蛮宠啊 337 而且我们的步将数量 你看达到了惊人的12个 战力直接飙到了5496 我的天呐 我们一共是率了 19500进攻的南匹 然后南匹是好招 率9500人出城迎击 哎呀 一共也才三个将军啊 冰装还不齐 这有悬念吗 这好像没有任何悬念啊 看一下 首先上来司马懿啊 放这个深谋啊 这个几乎是百分百出发的 然后呢 就是一串技能 突刺 突袭 威神 恫 攻神 攻神尘二 突袭 先锋 连击 铁壁 铁壁 然后呢 我放了一个单技 放了一个雷神 然后赵云也放了个单技 然后敌方被麻痹 拿下了城市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一个兵都没死啊 你们看 19500 我零损失 我惊了 不过也很正常啊 我们十几个 十几个将领啊 然后兵也比他多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司马懿真的很强 对不对 上来就把所有的技能放一遍 只要你的将够强 技能够多 哇 敌方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啊 然后这攻神度也打这个袁绍了 袁绍这个属于是强倒众人推的啊 短时间之内啊 夜城 也被我们的周瑜拿下了 哇 那袁绍要灭国了呀 真的 北平的话呢 是他的打 那我们去打这个静养 公元205年6月 张鲁叛乱 啥 还不满我的统治呢 你还 在吴郡揭竿而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之前的老婆们都放在了吴郡 总不可能我老婆也这个叛乱了吧 我们的冥王目前已经有7200多了啊 已经超过了6000 那好像就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这边已经是全部解锁了啊 那这个冥王我们也拿下来 把他和这个右敌还有国旋的给他合掉啊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神阶的右敌 他是可以沉没敌方全军两天的 给到我们的司马懿使用了 非常完美 终于出来了 右敌神断 15%的概率啊 司马懿的这个缓兵呢 我不知道他这个所谓的麻痹敌军两天 是不是全体敌军 如果是的话 配合我们刚刚给他这个右敌啊 他就有两个控制了呀 对不对 一个是无法这个攻击 一个是无法发动技能 那不就直接废掉了吗 他有这个鼓舞加这个气力 如果说能把这个固守 还有这个文字都给他剃掉的话 我们换上一个降低体力耗费的 气力耗费的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刷新技能 就完美了 公元205年10月 群逃母西 母西独大 群雄坠坠不安 决定摒弃前行 联合讨伐之 哦喵啊 来呀 我觉得你们已经来得有点晚了 这个袁绍呢 马上就要被我这个干翻了 然后呢 公孙渡又向我们臣服了 当年袁绍 称雄天下的时候呢 公孙渡也是臣服 所以才活到现在 我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公元205年11月15日 袁绍阵营覆灭 袁绍纵横天下 十数年 终究还是败亡在了我们的手上 下一步啊 就是北平的公孙渡了 两座城市啊 我们快速把它拿下 然后呢 把后方的所有兵力啊 都调到西部前线 来对抗马腾和孙渡 在全天下人都在这个 围剿我们的时候啊 这个袁绍你们看看 又想和我停战了 怪不得啊 袁绍在我这个游戏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这个成帝了啊 成了伪帝嘛 一直到现在啊 十几年了都没有被消灭啊 就是他非常的会 审时夺势啊 审时夺势 又过了一段时间 袁绍直接想向我们臣服了 行 有袁绍这根钉子叉的这边啊 他们这几个势力啊 想打我的话 却不是那么容易 那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袁绍的来稍微叫一点援军 公元206年4月8日 公孙渡势力灭亡 退出历史舞台 整个中国北方统一 或者说东北方统一啊 因为这个西北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乱臣贼子 在挡我大汉的脚步 公元206年9月曹批叛乱 不是 我惊了呀 我们这边还要准备打江陵呢 这个时候江虾又叛乱了 然后马腿又打我的成柳了 干嘛呢 这个江陵应该是可以拿下的 因为之前的话 那个城市其实被我们打的 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去守一下成柳 会比较好一点 长沙这个地方足足有4万兵马 这几座城市全部拿下 应该也是没问题 不对 不对 这个曹批 这个曹批他凭什么有6万兵马呀 我怎么感觉他现在做的事情 跟我当年干的事有点像呢 只不过我在建业起的兵啊 他在江夏起的兵而已 我们现在沉流赵蓝将 把这个司马懿啊 关于赵云旅步啊 给关于或者旅步都可以 或者给赵云也可以 赵云是有铁臂的 球员看一下 哎呦 这个稳了呀 五波援军难道还守不住吗 咱们这边是1万1的兵啊 敌方是3万8 区区三倍兵马 很多吗 出击 我方战力是5499啊 敌方是3720 他主要是兵多啊 洛阳贾奎阵前蛇战 陈流吕步军无人应答 这怎么可能啊 哎我这边司马懿周瑜 变不过你一个85之力的 还加了两百多的战力 我吐了呀 还冤臣居然还拒绝了 这个元素拒绝支援我成流 叶辰礼服 七千兵马 哇 这个马腾马超 一人招一个枪兵 八千人 我的天哪 我这个礼服 哇 马腾直接这边你看 四万六千兵马 浦阳越境 率四千兵马持援 四千 这个马腾还抢越境的钱 我惊了 哇 越境直接就全局覆没了 什么玩意儿啊 哎呦太离谱了 许昌这边倒还好一点啊 清平率了一万一千兵马支援 还好一点还好一点 增援 掠夺 清平上来一波打了敌方三百 被敌方打了三千 干嘛呢这是 小佩这边刘屁 率四千四支援 完了呀 这打了半天就是对方没掉兵还加了兵 然后我们这个长沙的张辽军啊 打的吕蒙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拿下这个江陵是没问题的 主要还是这个陈柳 这个马腾怎么又抢了周瑜的五十块钱啊 啊 我们这边终于要开始了啊 司马懿放了一个缓兵 麻痹敌军 孙冠放了御血加战力 司马懿放了鼓舞全军加了气力 关羽放了水烟三千五百点的伤害 郭登杜放了威风 然后洛阳的马腾他们全部都被麻痹 哦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司马懿的缓兵确实是全军麻痹 他现在是有全军麻痹 还有全军的沉默 哇这个非常强啊 同时我们兵力最多的赵云啊 开启了无敌 我们刚刚那一套技能打过去啊 他这边是掉了九千兵 但是呢我们也掉了一千二 麻了呀麻了呀 感觉有点危险啊 孙冠放了御血 减兵力加战力 麻的智障 没兵了 你还扣了自己三百多兵 我没看懂啊 周瑜放了火神 造成了九百多的伤亡 然后他们还在被麻痹无法进攻 然后我们接着无敌 那你这个麻痹和无敌一起开的话浪费了呀 是不是 这一波敌方又掉了六千兵马 我们掉了两百多 目前看来好像还行 但是等到麻痹一过 就有点危了 成留第五天 孙冠再放御血 又扣自己四百多兵 你战力都快飙到九百多 比我们还高了啊 但是你没有兵了呀 赵云放了突刺 造成了五百二十的伤亡 还麻痹了马腾 等三元敌将士马 然后周瑜再放火神 强 孤众杜再放威风 然后他们又被麻痹 又不能进攻 敌方又掉七千兵 他就一直被麻痹呀 你们发现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新瓶 这个也被麻痹了 然后呢 兵力被打没了 直接撤回了取昌 成留第六天 周瑜再放火神 我连放三把火神 然后他们依旧被麻痹 又掉了六千兵 第七天出事了 孤尊杜放威风 其他人的话都没放技能 然后平A 我们直接掉了四千三 对方掉了五千四 不过我们守住 已经是稳稳当当的 因为我们还有城防呢 江陵这里的话呢 张辽军已经是成功拿下了江陵 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孙权又被俘虏了 诶 之前孙权又不是投靠我了吗 哦没有 他是被我扒完技能踢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陈柳第八天 洛阳张秀放了个突刺 麻痹了吕布等四个将领 那这个突刺也是个神迹啊 对不对 因为他是给麻痹多个将领呢 吕布周瑜赵云郭敦度都被麻痹了 我们吕布军全军被打完了 然后马藤这里的话呢 还剩下了一千九百四十三人 就这点人这点战力了 你想打掉这个城防 虽然说只有六百多吧 但是也不太可能了 哇 马藤军全军覆没 撤回洛阳 哇 太艰难了吧 这个洛阳里面还有三万多兵呢 下一步的话呢 我准备直接集兵 打下洛阳 相当于是把这个马藤重兵把蜀的地方打下来啊 这样的话他短时间之内的话应该就不会再有足够多的兵力啊 东进清洗我们了 他这边南下其实打的也不错啊 打到这个成都了啊 这个刘章的基本上是快被干死了 公元二零六年十一月份 张辽率百余季突袭曹丕阵营江夏 重创敌军 威震八方 这个威震八方 有多威震 我来看一下 张辽 百余季 砍翻了曹丕三万人 不愧是我大汉 刺锋的五虎上将啊 就凭这份功绩 我觉得啊 我还在侧风我自己为五虎上将啊 妈的智障 我觉得啊 可以把张辽 升到张飞之前 我们这边张飞感觉这个做的事情好像并不是很多啊 刚刚这个赵云啊也是立下来大功嘛 对不对 没他的铁壁的话 我们那个陈流还是挺难守下来的 我方陈流准备进攻马腾的洛阳 我当时看这个洛阳兵马还挺多的 怎么 就过了四天只剩几千人了 这么惨的吧 我真的是光复拿下 那就进一步的拿下长安吧 洛阳长安一拿下的话 我觉得马腾就不是很行啊 公元二零七年的三月 我方洛阳准备进攻长安 我看一下长安的这个兵力啊 两万兵马 而我们有十万 我靠为什么会有十万 你把全国上安的兵全部集中过来了 导致我们这个位置 你看又被孙特打了一多城 好烦啊 然后这个曹丕 还想打我的江陵 哎呦烦死了 赵云放单净 然后曹操放混乱 曹仁放铁壁 然后敌方依旧被麻痹中 他又掉了四千五 我们完全没掉 然后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张合 撂敌 居兽皮敌 很舒服 曹仁又铁壁 很舒服啊 这个曹仁 不对曹仁是对面的 本来曹仁是我的 这个曹丕独立之后 把曹仁拉走了 你知道吧 包括还有夏侯上啊 什么之类的 曹丕又掉了一万七千人 不错啊 不错 哦这边庞泽还加入我们 可以 然后我们北边 关羽是率了六万兵马进攻长安 我的妈呀 然后马带率了两万兵马 这个出着迎击 这就纯纯白给啊 是不是 张飞动贺 然后吕灵奇破击 长安这边枪兵连击 江陵这边 第四天 赵云突击 吕布贪狼 水烟铁壁 就是我们这边很多伤害啊 被这个曹仁减免了很多 你看两发技能啊 也才打了有 一千三吧 光曹仁一个人就挡了九百 还少靠吕布啊 贪狼六倍伤害 杀了三千五 相当的凶啊 就敌方一直在处于被麻痹中 你们发现没有 他又掉了七千兵 我们掉了一千三 然后我们的援军张和军啊 再稍微A了一下 敌方就全军覆没了 好像只要是我们去守的城啊 就没有输过 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啊 就输了 但是呢 都成功的守了下来 然后我们北边的关羽啊 也拿下了长安 甚至呢 我还没有切技能 不过呢 这次不切呢 也还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带了一个陷阱 敌方来打我们的时候啊 还掉了15%的兵呢 是全军哦 哎呀 还是挺舒服的 只此一意 马腾只剩下了一座城市有两万兵马 而村策全派系啊都没兵了啊 2009年5月 显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况 公元208年1月 我们依旧处于当事霸主 已经达到了18000战里 26座城市 将近300元战将 公元208年3月 诸葛亮 诸葛亮来了 蛇战群儒 缩使马腾孙策 互相为敌 啥 你的意思是说 诸葛亮在我这儿吗 我看看 九十二统 四十三五 一百零二治 九十六镇 九十二妹 但是我这样说 诸葛亮你来晚了呀 天下即将统一呀 顿甲 每次攻击敌人 都有概率使 几方的闪避率提高25% 那如果连续触发两次 是不是50%呢 触发三次就是75%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还带一个空城 只要被人打 就有概率麻痹敌军两天 哦 这个技能强啊 而且冷却只要四天 公元208年4月 马腾合并 What the fuck 马腾孙策居然 合并成了一个势力 我惊了 苏特灭亡 我惊了 他们上个月啊 才刚刚决练呢 这个月就合并了 哇塞 刚刚的出口量 确实是可以给卧龙套装啊 但是我这两万二的话呢 不一定买得齐 你知道吧 那我们去试试看吧 好不好 卧龙羽扇 卧龙连弩 这个卧龙套是加治理和政治的 推高是12 卧龙轮车 卧龙关金 卧龙金靴 卧龙护服 卧龙应兽 卧龙兵书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应该是没权的 少一个衣服啊 少一个衣服 我们再给一套到司马懿身上 你们俩 拿一样的扇子 用一样的武器 戴一样的头巾 挺有意思啊 我们把剩下的七千块钱啊 全部买掉 看看能不能凑一套出来啊 我们需要的是那个衣服 有的 卧龙颈袍 可以啊 那就是说明 诸葛亮啊 可以凑齐了 只有一件吗 嘿 还真就只有一件啊 我这儿还有旁桶啊 不对 这个旁桶是在野的吧 那也送一套啊 战斗中 发动技能30%概率 连发两幅 公元208年5月 母西称帝 母西抚平乱世 坐拥天下 创不适之功 决定登基称帝 但是刚称完帝啊 就又开始打仗了啊 这天下毕竟还没有平定呢 这场的话呢 应该我就不用去了啊 你看 轻松拿下 官职达到了皇帝 九万六千八百一十一的功绩 极品官品 岳奉 这个时候也才180呀 之前这个卧龙一套啊 忘记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终的结果了 最终结果就是这个诸葛亮啊 全套满的 然后呢 司马懿差一件 郭家是差四五件啊 然后陆迅的话呢 差一件 庞统的话差四件吧 然后法阵有两件 拘兽有一件 那么在这个属性方面呢 诸葛亮啊 120的智力 111的正直和92的魅力啊 司马懿的话呢 也有116的智力和109的统帅啊 非常不错 郭家 114智力 陆迅 111智力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 我有一座城市里的将领 达到了107啊 而我前线的好多城市的将领 只有三个 什么意思啊 哦 我知道了 应该是我当时在这边调过将的 然后忘记把它 点回这个本城自动了 应该是这样啊 应该是这样 马腾准备打我的永安 当地九个将不太够啊 诸葛亮四马懿全部过来 郭家陆军庞统 这五位大财 打仗呢 也让这五位来 然后呢 我们自己啊 把兵力拉满 足够了啊 敌方也才111啊 这简直就是 吊打 209年2月 刘代不满统治 然后也叛乱了 是不是跟曹匹干的事情一样的吗 公元209年5月 德龙望鼠 大汉阵营占领垄地之后 司马懿刘业主张进攻 马腾阵营 放心放心啊 等我打完刘代啊 我们就 把这个马腾彻底灭掉啊 他只是三座城了 整个西凉啊 都被我们拿下了 不过呢 还是要先打这个剑业啊 我一个将领的都不带 就我们自己啊 14000人 去打敌方27000 你们觉得能不能拿下 能不能拿下 我觉得带个司马懿可能会好 但司马懿不在 那就带一个法阵吧 因为法阵有一个诱敌嘛 能沉默 好吧 辅助我们一下啊 嗯 2万兵嘛 2万兵太多了啊 14000打2万7 就是两倍左右的一个兵力啊 我们在炉江出发的啊 咱们这边有将领啊 出发了一个技能 壮行 出战部队的士气增加150 14500人 迎战 27268 剑业的张卫 迎击 增加战力和士气 我94武力 叫阵单挑 敌方无人出战 又降低了士气和战力 第二天 我这边直接放了一个单计 开启无敌 法阵开启激励 他打我没效果 因为我无敌嘛 他只能打到这个法阵啊 所以说只掉了37个兵 而敌方呢 掉了1161 第三天 我们依旧无敌 然后呢 对方又掉1000多 我们还是只掉了30多 第四天 法阵再开激励啊 给我们加了这个战力 哦 很舒服啊 然后呢 我接着无敌 又打他们1000多 但是不对啊 我不是叫战力吗 那为什么我打他还是掉了他1161呢 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吴俊的公孙范 带了三万多人来了 干嘛呢 然后吴俊的高篮 94叫人单挑 就这个刘瑶上去了 72 白给 卢江法阵啊 放了一个右敌 全没敌军全军 很舒服啊 然后我们还是无敌 他平A呢 不升效果 然后技能又放不出 怎么打呀 又掉了1200 这个时候掉了1200了 那个战力的话呢 生效了 也就是说提升战力的话呢 是在下一天生效的 无惧皇甫松啊 放了个镇静 全军免疫麻痹 然后敌方沉没 无法放技能 公孙范和这个刘带 打了一波啊 我们掉了600 敌方掉1200 然后戒业第六天 重点来了 我们终于放出了连环水淹 一下造成了6000多的一个伤害 还掉了200多的城防 而且气力的话呢 应该是只扣一份的 对不对 我们从186嘛 掉到了136 很舒服哦 这波直接掉了8000兵 就我们这一套技能啊 掉了8000兵 舒服啊 不过呢 我还是想看这个雷神啊 这个雷神 25的概率确实是低了一点啊 低了一点 点错了 我怎么卸下来了 放上去 换下再放上去的行为 直接就触发了 你们看到没有 哦 但这个伤害很低啊 因为他这个部队啊 或者说将领啊 比较少啊 对于敌方全军造成伤害的话 好像就没有那么足嘛 相当于我们开局了 先放了个无敌 然后对他一顿平砍 平砍完了之后呢 这个连环加水烟 打冰打沉 然后呢 再来一道落雷 把他们给麻痹掉 他们又没法进攻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太简单了啊 轻松拿下 负面留待 很舒服 母鸡已经长大了 到了入室的年纪 追随你的脚步 成就一番事业 哦 小母鸡 师从周瑜多年 也已出师 哎 不错呀 83桶 635 80智力 72振职和76魅力 呃 他这事的话 也是拿着五胜的 所以说这个武力和统帅的话 加了不少的 智力和振职的话呢 是学习之后的一个结果啊 不错了啊 比他爹我当年 踏入这个三国的时候 好多了啊 真的已经好多了 我们大女儿母鸡的酒量 值得650啊 我怎么才350啊 我们二女儿 也有500的酒量啊 这个是张飞带的 我还可以理解啊 你怎么周瑜带的 也有500啊 哦 怪不得 你看这个周瑜啊 他的酒量也有550啊 那他交出一个酒量500的 非常合理吧 是不是 然后这个张飞 他自己酒量650 然后他交出个600的 也很合理吧 哎 反正都比我这个当地的能和啊 什么玩意儿 母鸡与朱俊相恋 欲结为夫妻 这人谁 几岁了 你大爷62岁的老头 你在说什么呢 这个朱俊 公元178年 受任郊州刺史 公元184年 和黄甫僧 共同出征 但不管你怎么样 你一个62岁的 你凭什么娶个 134岁的小姑娘啊 说得过去吗 离我的女儿远一点 行不行 玩具啊 玩具 我女儿居然因为朱俊 跟她的亲生父亲 变成了陌生 这么真实吗 嗨 小问题 爹爹把王上印给你 不要生气嘛 你说 没事 爹爹给你买齐五圣套装 不要怪爹爹 好不好 哎 给你凑齐一套五圣 开心了吧 当爹爹的我不想让你 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拆散了你们 你就给我掉到了零 然后爹爹为了挽回你 又给你送了两件顶级装备 给你凑齐的套装 你才跟我加了八十年的关系 只是认识我 什么 他私奔了 哦 他下野了 什么意思 怎么能调戏自己女儿啊 这个朱俊也确实是下野了 我们的女儿也下野了 哦确实有可能是 这个斯奔雷亚 他们已经配偶依了吗 什么玩意儿 我看看 你给我过来 你以为这样就拦得住我吗 反智 不在乎 决议书 有一个刑法 要能用上了 你们知道吗 好 来 朱俊啊 我看你是一个英豪 我送你几件 武圣套装 我非常的看重你啊 哈哈哈哈 哎 你跟我女儿的婚事啊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考虑 你知道吗 只要你回来做官 一切都好商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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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进去吧你 现在的胸前啊 落上三个字啊 不要脸 宁死不去 非常好 我就怕你直接被打死了 或者怎么着 然后 上宫行 其配偶会自动离婚 母鸡以攻刑 逃打朱俊 朱俊 昏死了过去 这样一来 我们的母鸡 也就是我的大女儿啊 她的配偶呢 就没有了 然后呢 为了防止我们的这个 大女儿啊 再去这个 莫名其妙的找六十多岁的老头啊 我们就把这个暂时啊 这个收到房中 收到房中啊 不为别的啊 只是为了让她不要找别的男人 以后如果遇到优秀的男子啊 我再把她放出去啊 让她和那人成婚 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然后再拉进来啊 行啊 这个事我们肯定是不做的啊 那太鬼妇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要让她找老头 仅此而已 关羽率七万兵马进攻成都啊 那没戏了啊 那这个事件拿下了 马腾阵营灭亡 袁树终于灭亡 开局六个月后啊 袁树就称帝了 也就是说从194年的12元开始啊 他就是一个国家 他就是皇帝啊 他足足一路当了15年的皇帝 哇塞 这辈子也值了呀 是不是 好的啊 那么最后的话 只剩下了香平的李爵 我全国的话 应该有个二三十万兵马吧 这波是最终战啊 派出了九万兵马 将领的是我 诸葛亮 关羽 赵云 吕布 周瑜 陆逊 司马懿 张辽 孙策 吕林奇 张飞 和张和 战力5912 李爵灭亡 一统天下 高光回顾 我们看一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西自194年仗剑入室 戎马18年天下统一 其一身辉煌灿烂载入实测 熟练度假十六 公平如下 我们的文质和武功 居然不是举世无双 因为这个很多战斗 我懒得打 让他们自己去打 所以说他们的武功比较高 也很正常 完成政武军武外交 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我一直丢给老婆去做的 我也懒得做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就是属于 懒人不太容易平高 如果说你都是亲力亲为的话 还是可以平得上去的 一局最多是加二十的熟练度 如果是困难的话是三十 咱们这边是十六 还行 君临天下之皇帝 我们还可以继续打 但是已经都占领了 我们就不继续打 完结 角色信息已存入名将阁 此党会自动删除 我们最终属性是一百十八的桶 九十四的五 九十二的智 九十一的正 还有一百一十的魅力 体积皆为一百八十六 我们之前是幼灵级 全属性经验加百分之二 然后现在是水晋级加百分之四 到这个现任级的话 你这个发展会飞快 无论是你练属性 还是找攻击 还有赚钱 都会飞快 不过这个需要开很多个档了 咱们玩完一个档十几个小时 才加了一级 好家伙 那么这个游戏 我们这个档打完了 短时间之内应该也不玩了 然后后面如果分析到一些 更多的内容 更好的玩法 我们再重新回来玩 那么还没有点三连的 可以点一点了 从头看到现在的各位 云丹木也比走起来了 我们就下个系列再会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